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现在面临接踵而至的危机 尽管去年秋天巩固了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 但2023年他将艰难应对一场 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 现在北京突然取消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所带来的这一后果 可能让中国未来数月都笼罩在阴云之中 据《华尔街日报》署名 孙汉旺16日称 中共困难重重 2023是习近平的棋手之年 习近平去年10月打破常规地 获得了第三个中共党魁任期 并在领导层中安插了大量盟友 这些盟友为习近平高唱赞歌 并宣扬他关于一个繁荣的中国的愿景 在经济衰退加剧 公众对习近平以风控和边境管制 维持的动态清零政策的抗议浪潮下 这种美好的氛围消失了 随后 新冠防疫政策毫无征法地取消 有可能进一步重创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混乱无需地退出动态清零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酿苦酒 习近平的专断风格则使这种苦楚雪上加霜 对习近平来说 其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习近平曾称动态清零策略 是中共卓越之理的典范 中共领导层一如既往地唱高调 他们承诺在2023年实现合理的经济增长 呼吁官员刺激内需 并暗示计划进一步放松 曾引发房地产市场螺旋式下滑 并阻碍民企投资的监管措施 习近平根本不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意见 在去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 同时指责地方官员对他的政策执行不利 许该报道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一年形势艰难 理由之一是 新冠病例激增可能会扰乱供应链 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 新一轮疫情消退后 商业和消费会反弹 可能是在春季 但这种复苏势头有多坚固仍有待观察 从外交层面看 中共政府向后疫情时代未来的过渡 已带来一种憧憬 即跨境互动的恢复 或有助缓解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 一度选择缺席的习近平本人已重新参与 在2022年的后几个月里参加了一些多边峰会 但中共与西方之间仍因中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依然支持俄方而矛盾重重 尽管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两位领导人于去年11月会晤 承诺要恢复对话 并让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然而两国关系仍紧张 中共政府仍对美国旨在加强与台湾合作的努力深感疑虑 北京方面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北之后 解放军进行了一系列作战演习 展示了锁台能力 中共谴责了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但是拜登政府已承诺继续提供武器和培训 以帮助台北方面自卫 有网友评论 其实《华尔街日报》并未指出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困难 那就是他领导下的内政外交接连失败 以及重挫他在党内营造的强人神话 随着在俄乌战争中节节败退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望持续下滑 在2000到2010年期间担任普京演讲专告人 政治分析家加利亚莫夫表示 普京可能不会参加2024年选举 他会亲自挑选一名继任者并退休 加利亚莫夫在霍多尔科夫斯基YouTube直播频道中说 由于战争越来越不受欢迎 普京在2024年的下一次选举中 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总统的一个选择是操纵选举 但这可能风险太大 因为俄罗斯内部的变革情绪日益高涨 加利亚莫夫认为 普京会选择他的继承人并退休 他认为可能的继承人人选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 总理密苏斯廷或普京的副参谋长科扎克 加利亚莫夫说 普京退休后可以在黑海度假镇 格连奇克的一座宫殿里度过余下的岁月 同时拥有终身参议员的称号 这位政治分析家还表示 罗罗斯官员认为 普京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视为稳定的保障者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 而且普京圈子里的人 对瓦格纳集团的同目 普里哥金拥有的权利 及其雇佣军组织感到不满 加利亚莫夫补充说 普京的盟友害怕 瓦格纳同目普里哥金和他的大锤子 在去年11月流出了一个未经核实的视频 据称该视频显示一名 前瓦格纳雇佣兵用大锤子处决 据路透社报道 普里哥金在Telegram上对该视频发表评论 称该士兵背叛了他的人民 加利亚莫夫还强调 如果普京退休 他就可以避免像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同样的命运 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的主任维农表示 俄罗斯政府高层非常混乱 而且存在权力定位 他说 普里哥金可能已经在计划一个 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以防战争结局不佳 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 第25次会议 昨日上午在京开幕 审议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 据北京消息透露 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 不在新一届委员名单 意味着她无缘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据了解 已任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常识主席李泽聚 有望破例续任 而年届七十的全国政协常委唐宁年 也有大好机会超林连任 此外 多名政商人士预料首度挤身全国政协 包括信德集团行政主席何超穷 中共官场有七上八落不明文规定 即67岁可以留任 又18岁或以上则离任 按照惯例 在全国政协担任同一职位不能超过四届 据消息称 新一届政协将严霸人选政治观 年龄是重要标准 但也不是为年龄论 有关安排去一定弹性 据悉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将担任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新岛日前报道 现实18名常委中留任者不足一半 香港亲北京人士横击主席李佳杰 金明联金委会主席林建月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香港义工联盟主席谭景球会留任 部分常委议会超龄续任 包括现年72岁的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 据了解 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20年 现年59岁的常识主席李泽聚 有望破例第五度获委任 反映李氏家族仍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 另一个政协常委 现年70岁的唐英年 也预料会成功连任 他目前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香港友好协境会会长 多名政协专委会副主任 有望更上一层楼晋升常委 包括港区省级政协联谊会会长施荣怀 九龙社团联会会长王慧珍 考评局主席荣永奇 此外 这次换届一大看点是前特首去向 其中现年85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近年身体情况一般 预料会退下火线 有网友说 林郑月娥由于在送中条例上想讨好北京 结果由于要功心切 最后却将事情搞砸了 令中共在全世界面前灰头土脸 现在中共在国际上想改变一下形象 就自然要将它晾到一边去了 而大资本家李家常的儿子李泽聚 则让他超过四届连任政协常委 以稳定香港资本 尽管中国面临各种严峻的形势 但中共官方仍千方百计掩盖 本月17日 当局将公布2022年第四季 以及全年GDP数据 不过多数机构是看坏中国经济表现 认为在疫情因素 房地产低迷加上民间消费不振 中国GDP数据可能将创下1976年以来最差表现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Sherlitz Rui说 未来一个月 病毒将继续在农村地区传播 然而 由于大部分工业供应链遍布中国 中共当局总是可以随时投资基础设施 为经济提供一些需要的提振 但消费实际上占中国经济的60% 因此 除非我们看到消费者需求有实际上来 否则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 中国经济有可持续结构性复苏的迹象 全球普遍预估 中国2022年全年的GDP应只有3%左右 远低于中共当局预设的5.5%目标 中国数据商万德认为 第四季GDP仅1.9% 全年经济成长率2.9% 更将是1976年以来最差水平 封念财经执行长兼分析师谢晨彦表示 大家认为说 你疫情的部分还是会很严重 然后你的房企的一个问题 还是会到时候房企的债务问题 还是会很严重 今年预计到期的房企的债券 大概还有一兆 会不会违约 不知道 人民币一兆人民币会不会违约 不知道 因为去年违约数字达到3500亿 这个不晓得 有人认为这还是另外一个未爆弹 南华早报指出 中国除了疫情因素外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不断升高的地方政府债务 人口危机和低迷的市场信心 全都对中国经济复苏构成挑战 世界银行近日并下修2023年中国经济成长预测 从原估计的4.5%下调至4.3%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